星期三深夜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芹議員受警方拘捕 接著我們收到消息說警方似乎向他表達會考慮 亦會認真繼續調查方向刑事罪行條例可能是第九或十條的煽動罪落案起訴他 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政治迫害是一個警方濫權濫捕濫告行為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第一從政治上我們提提究發生過什麼事 就是鄭麗芹主席和PK等警務處長的過節 在1月16日中西區區議會開會 當時PK等出席這個會議 初初不肯帶委任證 鄭麗芹主席就要求他要帶上委任證 他死死地氣後來就帶了應該 另外鄭麗芹主席就驅逐了 在同一場合驅逐了一位 是不肯帶委任證的便衣警察離場的 也都中西區區議會成立了一個叫做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 是監察警察的 在3月12日會議上 中西區區議會再次要求警察帶委任證 在3月19日會議 就容許甘乃威和葉錦龍兩位議員 讀出譴責警方的聲明 加上當日即19日 鄭麗芹主席就叫那些擾亂議會常規的警察收聲 所以鄭麗芹主席我覺得 在他上任中西區區議會主席之後 和PK等及警方的一連串這些過節 絕對是令到他成為PK等的眼中釘 我想已經想動他很久了 終於有個機會來了 就是因為前日鄭麗芹主席就在他個人的Facebook上面 就轉貼了一個 或者打爆印尼記者 眼那個警察被人起底的資料 所以現在據聞 就說警方現在是朝著的方向 就說他這個轉貼的貼文 是有干犯了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的可能 好了 我就要跟大家講一講這個刑事罪行條例 第九、第十條 這個關於煽動罪的一個歷史背景 在這個回歸之前 其實立法局當時通過了一個修訂案 就是因為基於當時大律師公會 就給了一個很強烈的意見 就說這個第九、第十條 這個煽動罪是會嚴重影響言論發表的自由 因為這個煽動罪是會產生一個寒蟬效應 當時立法局就說這樣我們接受 不如我們就增加一個元素下去 就是你的言論除非煽動一個即時暴力行為 如果不是就不可以進行起訴 這個法例就通過了 彭定康就簽了 不過董建華在九七年七月一號接任之後 就當他無到 直接當看不到 忘記了 所以現在都未改 為什麼當時大律師公會提出這樣的意見 其實那個意見現在都適用 只有更加適用 就是因為你中官所有奉行普通法的國家 他們只要採納了國際人權公約 就自由人權保障的國家 其實幾乎完全沒有了煽動罪 就算是保留煽動罪 都是在一些非常之嚴格的規定之下 才可以提訴 譬如說一定是要有即時煽動即時暴力的行為 或者是好像香港現在都是的 就是你要律政司司長的首行 就是他特別批准 然後才可以作出一個這樣的起訴 你又知道因為這個這樣的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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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尤其是皇帝極權的時候 出現的一個這樣的状況 是非常之同現在我們尊重自由人權的環境格格不入 你想想我記得最近一次有提過出來可以用煽動罪 就是2017年有個中大學生在中大校園想展示一個香港獨立的環額 當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資深大律師發表了一個偉論 說你現在展示香港獨立的環額其實就等於在殖民地時代 你挑戰英女王的王權一樣 由於刑事罪行條例 裡面仍然保留了一個這樣的第九、第十條 你會不會等於在殖民地時代發表一個言論 因為那個是環額 它沒有行動 它不是揭桿起義 當時的討論就是這樣的 就說你可能等於當時挑戰王權一樣 你聽這件事你已經覺得用這個這樣的第九、第十條 刑事罪行條例是極之不對的 香港回歸是希望香港的中國人可以站起來 做真是一等的公民 怎知道現在衰到整個中國殖民地 就算你說比較可能還衰過英國做殖民地主持的殖民地 當時我也記得我也有回應過湯大壯這個說法 我就覺得政治很不正確 你想回殖民地時代 就是用來對付二等公民的苛法 一些是不見容於自由人權法治的一個體系 不見容於香港的人權法案條例和兩條國際人權公約的 這樣在籠底炒出來的東西 來告政治上當然是很差的訊息 即是說我現在對中共對待香港人 等於英國殖民地主對待香港當時殖民身份的市民 甚至是有更嚴苛而無不及 這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現在香港的法治環境已經是風雨飄搖 雷電交加 包子金前的中審法院常任法官在他退休的時候已經說 說香港的法治有個烏雲蓋頂 他在去年出了一本書 在他新書發佈會的時候 包子金前法官就在說 他說幾年前我們說這個烏雲蓋頂 現在這個烏雲 單止大家都顯而易見 而且雷電交加風雨飄搖 你一連串 警察在濫打濫捕濫告 接著繼續受到包庇和縱容還不夠 你鄭若驊大細超藍黃有別去處理 親疏有別 還不夠 好 現在再做一個政治迫害 用一條籠底找出來的殖民地時候 對待二等公民的一些這樣的煽動罪 來對付一個PK等看到眼淵的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那不是政治迫害是甚麼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我希望你淋上勒馬 因為其實鄭若驊都要批出那個證書才可以繼續告 就是法例規定 所以鄭若驊如果是同意這樣用這個煽動罪 來檢控鄭若驊主席 她就和PK等一火 火同PK等 肆無忌憚 去政治迫害 用法律來去治人 完全不尊重國際人權公約 不尊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保障的香港人的基本人權自由 這個是向全世界宣示 香港最好都不過是一個中國殖民地 而且比當年英國殖民地 對待殖民更加苛刻 更加高壓 我就勸告林鄭 勸告習近平主席 最好不要這樣做 說到勸告習近平主席 我都講兩句 其實現在你看到整個中共威脅 已經是透過這次習近平主席領導的中共去處理這個中共病毒 是令到全世界產生極大的反感 而且去追究罪灰禍首 就是去追究習近平 現在那個形勢 我看就是這樣 似乎習近平主席就繼續驅逐外國媒體的記者 我們覺得它的數字是誇張地 失實地去降低 是不是 那些明明是陽性反應的了 但是只要病徵是比較微弱 或者它是沒有發病 就當它不入數的 這樣也可以 但是那些人就全部就像計時炸彈一樣到街上走的 現在武漢 湖北省又說要解封關口了 因為它全國要復工 這些情況 如果你現在還不採取一些果斷的表達 是去說到給世界人聽 我們會改緣役徹的了 我們就會繼續尊重自由人權法治 我們就會是尊重大家的知情權 中國就不會再是一個奉行新聞封鎖 就是美國 自由被監的一個國家 今年美國就是總統大選的 特朗普就經常都說習近平是他老友 其實他這句說話的背後 我覺得都是有一層意義的 就是如果習近平或者他領導之下的中共 在這個歷史的時刻 是令到特朗普容易做些 譬如他真的做了一些比較果斷的行為 尊重自由人權 譬如你請那些外媒記者入去武漢 湖北 北京 周圍去實地去報道疫情 我想特朗普他可能會選擇 就是 好 不如我看看習近平是不是真的改緣役徹徹 因為其實在美國的立場 我現在純粹從國際戰略外交的角度去看 如果習近平保不住 特朗普怎會找另外一個朋友 特朗普 你看中外歷史 你看近代史也好 遠古史也好 當然是這樣 現在如果你說習近平可能肯有一個比較徹底的改變 特朗普可能會選擇他不定 但如果你說不是 那就很難說 你繼續以謊言抗疫 為了追求經濟數字 國民生產總值繼續搞上去 而去勉強復工 搞到第二波的爆發 這個中共疫情 是不是 就真的玩完了 所以其實你看最近這個勢頭在香港 我見不到習近平在走一個 可能是最後一個機會避免生靈塗炭 避免無論香港或內地的人民受到太大的困壓和痛苦 那條路 只不如他沒有選擇 因為你會看他現在仍然堅持 只不如用中國模式來取代香港一直以來和自由民主國家分享的 那種復應於自由民主模式的自由人權和法治 如果繼續走這樣的路下去 只有玉石區份 就是中國人 只不夠 而14億的中國人一定是要面對一個極大的困壓 但是沒得說的 如果習近平主席是沒有一個這麼深切的反省 在這個時候不肯改完疫徹去處理 反而你看香港近期做的事 我不知道是它縱容 還是它首肯 還是它落命令 繼續執法部門去濫打濫捕濫告 繼續政治迫害一些民主派的人 這個是非常令我擔憂 也是很痛心的一個發展 大家都留意一下這個 我也從鄭麗芹主席受到政治迫害 而引發想起這件事 因為現在隨時是一個 習近平和中共最後的一個契機 如果它是想避免生靈塗炭 他們自己如果想繼續在中國 內地繼續執政 這個可能是最後機會